首先Business Ownership有幾個 首先我就講Syndicate 你跟我讀一次 Syndicate Syndicate Business Ownership就是 怎樣擁有一間公司 Syndicate就是 合不合 你的生字 你的multiple choice 都是會有裏面的 一定要是一百個人以上的 現在有一間公司 有一個Syndicate叫合作社 這個合作社 只有99個人 這樣可以嗎? 不可以 一百個以上 一百零二個可以嗎? 可以 他賺了 他在2010年 他賺了10萬元 不是很多 一年賺10萬元 原來他一定要有95% 賺錢的profit 是用回去給那些人 給那些合作社的人 即是participant 換句話說 他要給95000 出來 給那些人分 這樣的意思 其實呢 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只有5%是行政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想一下 賺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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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8萬元出來 大家分 是給那些行政高官 這樣行不行呢? 是不行的 原來 你最多是拿 五千元 五千元出來 是給你的那些 會長 副會長 自己花了 這樣 這些合作社 是不是 變成了 不會騙人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用別人的錢 賺完之後 你就給了你的 會長 副會長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這些合作社 其實都是 現在很少 因為 說真的那句 那些會長 副會長 沒有錢賺 誰會跟你這樣做 除了 business opportunity 是這個 我們要記之外 我們反而考得最多 就是這個 cooperation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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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來的? 公司 就是一個叫做 artificial 的人 就是說一個 一個 artificial 就是叫做 就是一個 不是自然 非自然 或者叫做 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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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製造 人製造 人製造出來的 人 的個體 所以 cooperation 我們又叫做 legal entity 這些字 要記的 這些字 要記的 公司 你記得是 最大的特點 就是永遠存在的 永遠存在的 所以 公司 一路有了一間公司 好像Microsoft 那樣 他就一路都是這樣 一路都是這樣 就算 他都可以有 這間公司 有一些公司 老字號 整百幾年都可以 第二種 我們現在 由頭到尾都是說 business ownership 即是怎樣擁有 一間公司 我們以前 就是說 怎樣擁有 一間房地產 但business 這些是屬於 personal property 來的 那怎樣擁有 擁有一個個人產業 怎樣擁有一個business 除了剛才說的 syndicate 和cooperation之外 還有就是 limited partnership 怎麼解釋 limited 有限制 還有general partnership general就是無限制 limited就是有限制 general 沒有 rush 沒有限限制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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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 恐懶 如果有一間公司,那裏面那些股東,那些稱之為Partnership 那裏面有三個人,那這三個人叫Partner,三個公司裏面的Partner 例如我們K,K and C,一個K,一個K,一個C,就是我們公司的三個兒子 那他們三個是General Partner的時候,如果C撞車,他就麻煩了 他就是上了身的,自己的產業,他自己有車,自己有家屋都要賠出來 因為General Partner是自己的身家生命財產全部都要賠出來的 General Partner就是這樣,不好處了,那三個K,K and C都要的 那但是呢,如果Limited Partner,其實K,K and C不是General Partner,是Limited Partner 那這裏呢,我們查一下,如果是Limited Partner的話呢,那很簡單 他們要賠的時候呢,就只是賠他擺出來的錢 他擺出來,假設是一萬,兩萬,三萬,他賠就賠一萬,兩萬,三萬,就是這樣 但是Limited Partner呢,其實呢,嚴格來說,我們講得準一點和深一點 Limited Partner呢,有一個呢,裏面中間有一個呢,一定是General Partner的 即是有一個是要揹上飛,其他那些是Limited的 即是例如說,這個賠一萬,這個賠一萬,因為他擺出來一萬嘛 但這個呢,他雖然擺出來一萬,但他仍然是General Partner 他呢,如果有什麼事上來呢,他都要賠完的 他自己,例如說,在希伯有間屋,有屋輪有間屋,這樣 他要賣了希伯一間屋,或者屋輪的間屋,賠出去的 所以Limited Partner呢,實際,嚴格來說呢,都不是真的完全Limited的 那第三樣東西呢,就叫做Soul Ownership 那Soul呢,這個字呢,我就跟你說,單一嘛 那Soul,Proprietor Proprietor呢,你說一次Proprietor 讀一次吧 Proprietor Proprietor 那Proprietor呢,這個就是Boss這樣的意思 Boss Soul呢,就是單一 那他的相反詞呢,就叫做Concurrent Soul和Concurrent是同時 同時 同時,沒錯啦,都是兩個或是以上的 因為Concurrent一定是兩個或是以上的 那Soul,Proprietor呢,就是個體戶咯 我們中文,個體戶是不是一個人的? 嗯嗯 個體戶一定是一個人的 那就是自己做自己老闆咯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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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